大家好,我是牛苏,今天也来介绍一部影响非常巨大的俄罗斯黑帮电影《兄弟》 说这是最成功的俄罗斯犯罪题材影片也不为过 很多俄罗斯人因为这部电影读了余华的兄弟,结果发现讲的好像不是一个故事 1997年,俄罗斯与车臣的第一次战争结束 大家都知道,以俄罗斯的失败告终,红色巨人倒塌后,残留的理想主义终究没能敌得过现实 失败的战争让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更加艰苦 某个MTV的拍摄现场,所有人正紧盯着尼远远的发挥,突然一个男人静止走进了镜头里 去问现场的工作人员,这哥叫什么名字,真带劲儿,所有人都懵了 哥们儿,我们这正拍戏呢,男人的举动引起了全剧主人的怒火 警察局里,鼻心脸肿的他接收了警察的审门,他叫丹尼拉,是一个刚从战场上退回来的士兵 失败的战役并不光彩,他只能挥到土脸的进入了社会 几年的战争让他与现实世界有些脱节,这才没有搞清楚剧主的状况 走出审讯室,外面坐着比丹尼拉伤得更严重的剧主宝安 虽然打了一架,但宝安还是告诉了他歌曲的名字 珍珠鹦鹉鹿乐队的翅膀 珍珠鹦鹉乐队是苏联后期最著名的摇滚乐队 甚至一度成为了苏联时代的风际乐队 因为其深寒反叛的谜谜之音对大众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回到家里,母亲看着丹尼拉一身伤回来 又心疼又无奈,虽然是自己的宝贝儿子,但也是个不争气的该流子 你咋就不能学学你哥啊 你哥人家在列宁格勒可是重要人物了 但凡你有你哥一半强,我就谢天谢地了 得,你还是去列宁格勒找你哥去吧 让他给你安排个工作,从哥哥的照片上能看出来 老哥的战斗力也是和发际线息息相关的 当然母亲嘴里的列宁格勒早就不存在了 那是苏联时期的名字,现在这座城市叫做圣彼得堡 而此时丹尼拉的哥哥谢尔盖正在圣彼得堡的办公室里谈生意 他对面坐着的正是本地的知名大流氓 大皮鞋大棍子皮长山相当重量级的人物 皮长山想让谢尔盖去刺杀车臣帮的老大 一个很辣手的对象 但谢尔盖显得从容不迫 你这件事得加钱 车臣帮是那些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车臣人帮派 由于战争的原因,他们仅仅抱着一团 成了不可忽视的地下力量 皮长山也没废话 直接掏出一把现金扔在桌子上 这是定金,剩下了一半,事成之后再给 没错,母亲口中的重要人物 哥哥谢尔盖是一名弟弟道道的职业撒手 当然皮长山也不简单 在谢尔盖走后 他主妇手下时刻紧盯着谢尔盖的行动 没过几天,丹尼拉就坐火车来到了圣彼得堡 这里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 不少西方先进又颓迷的东西在这里十分流行 丹尼拉显现在大城市里迷了路 好不容易找到哥哥的住所 可并没有见到他人 无奈只能来到街上乱窜 肮脏恶臭的河水 布满灰尘的大教堂 如兴师走肉般的路人 杂乱不堪的环境下是整个时代的萧条 街上的人们要么愁眉苦脸 要么如一个个西方嬉皮士一般 满不在乎的嬉笑娶乐 留着夸张的发型稀释大麻 用无所谓的态度面对一切 唱片店里 珍珠鹰武罗的唱片早就卖光了 丹尼拉只能坐在地下室里熬了一夜 第二天他刚坐在阶梯上等哥哥 就看到一个车神帮的小弟 在欺负本地上饭 作为一个退伍军人 丹尼拉对车神人充满了恨意 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上前一个大笔斗将对方打晕 随后拿走了他的手枪 被救的老汉看丹尼拉人不错 于是带着他一起离开 老汉自称为德国人 也不知道血种纯不纯 他对现在的世界非常不满 老汉告诉丹尼拉 城市里有一股邪恶力量在肆念 每个地方都有 城市越大 这种力量就会越强 只有真正的强者 才会从这种炫磨中全身而退 言语中满是孤单英雄 对抗整个世界的沧桑感 这句话放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从围城到北漂 谁又不是被大城市裹挟着逃命呢 暂时躲避了风波后 丹尼拉再次来到哥哥家里 终于敲开了哥哥家的门 只是没做两步 一只手枪就顶在了丹尼拉的后脑 杀手的警觉并没有反爱二人的相聚 丹尼拉终于见到了长久不联系的哥哥 看到从前线完整回来的弟弟 谢尔盖也很开心 豪气的拿出一百人大钞 让丹尼拉拿去挥霍 并且还不经意的问了一句 你涉及水平咋样了 丹尼拉一听这话就来了兴趣 那你是开玩笑呢 我可是在战场上练出来的枪法 谢尔盖记录了丹尼拉的回答 第二天便带着他熟悉城市环境 他告诉丹尼拉 我知道你恨车臣人 但在这里 车臣帮控制了几乎整个城市的市场 俄罗斯人被车臣人握在手心 这你能忍吗 你这样 只要你能干掉车臣帮的老大 我就给你两千块钱 到时候你在这里开个老兵 烧烤不是美滋滋 好家伙 谢尔盖给皮尚山开的价格是两万块 到他这就给两千了 真是连亲弟弟也坑啊 但这就是谢尔盖的处事原则 作为一个杀手 他的杀人技巧并没有非常优秀 但他很懂得利用别人的种族主义 与各种POA技巧 很轻易就能忽悠别人帮他干活 他只是负责收个九成的中介费就好了 丹尼拉被哥哥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热血上头当场答应下来 但他并不是个愣头情 虽然是第四当杀手 但丹尼拉展现出了极强的军事素养 先是易容 然后蹲点排查 一点点摸清附近车身帮的行动轨迹 随后让德国人帮忙在附近租了个公寓 用战场上学到的技巧 将雪碧瓶子和奶泪完美组合 制作了一个简易的销声器出来 就装在他抢来的左轮手枪上面 第二天他一边吃着西瓜 一边等着车身帮老大路过 果然一切与他所想的一样 车身帮一众人等出现在了市场上 一辆货车正好挡在老大与其他小弟中间 丹尼拉出击了 电光火时间甚至没有任何血迹出现 丹尼拉如同鬼魅一般完成了任务 瞬间离开现场 换下一副准备离开 就连坚持希尔盖的皮裳衫手下 都没料到丹尼拉的出手速度 他们还是冲了过来准备击毙丹尼拉 丹尼拉在追逐中负物重担 勉强逃丧了一辆油轨电车 反杀一人后成功逃离 电车司机是个女人 听到枪声十分震惊 把车开到空旷地带 扶着丹尼拉下了车 丹尼拉对陌生女人的善意心怀敬意 我还会来找你的 显然放走丹尼拉并不是个简单问题 女人在半路上被皮裳衫拦住了 询问丹尼拉的下落 从对话中我们知道 女人名叫尼古拉刘盈 虽然是个普通的司机 但她十分讲义气 一问三不止 事实也确实不知道 皮裳衫只能暂且作罢 没有多久丹尼拉在德国人的照料下康复了 拿着哥哥给的钱 如愿买到了英武罗乐队的唱片 还在电车公司约到了救命恩人刘盈 闲聊中丹尼拉看到了刘盈眼睛上的伤痕 那是他经常去人气俱乐部消费的丈夫 醉酒后留下的作品 显然牛叔 无论何时何地还是不会明白 人气俱乐部是怎么赔钱的呢 刘盈并不是什么狭义之事 只是有一颗受伤孤寂的灵魂 正好丹尼拉的一颗心也闲着没事 俩人慢慢的将约会地点从大街变成了床头 随后 丹尼拉用刘盈家的座机拨通了哥哥的电话 算是报个平安吧 她开始享受起了大城市的生活 先是带着刘盈一起参加英武罗乐队的演出 一切对于社会的不满与反抗 在这场黑暗中的摇滚盛宴中被尽情释放 好像是一种怒火即将喷涌而出 成性而来 他们俩又去了夜店 腿迷但又充满激情 丹尼拉认识了一个旁客小女孩小便 还品尝到了对方分享来的大妈 纸醉金迷人间极乐 第二天丹尼拉被哥哥的电话吵醒了 谢尔盖又接到了皮仗山的新日午 但显然 上一次皮仗山过河拆桥的行为 让谢尔盖有了戒备 所以他这次打算直接让丹尼拉去追捷 谢尔盖带着哭枪祈求丹尼拉 邦邦哥吧 不然哥就完蛋了 丹尼拉从居里中出来的单纯 被谢尔盖的PUA技术玩弄于鼓掌之间 他义无反顾的成了哥哥的挡箭牌 这一次的目标是本地的另一个黑帮头目狗蛋 他是皮仗山的死对头 刚从监狱里放出来 丹尼拉与两个黑帮打手一起摸到了目标的公寓 轻易控制了对方的手下 可是却发现狗蛋去人体俱乐部玩耍了 就在他们准备手足带兔时 门被敲响 可来人并不是狗蛋 而是一个导演 原来楼上是娱乐圈的人在开派对 这个倒霉蛋走错门了 被打手一把控制住 没过一会儿又有人来敲门 这次丹尼拉急警的先开门确认 没想到又走错门了 来人竟然是鹦鹉罗乐队的主唱 粉丝见偶像两眼泪帮忙 丹尼拉马上表示 想上楼一起去参加派对狂欢 对方一看是粉丝也没有拒绝 在楼上的音乐派对中 丹尼拉近距离的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 等派对结束下楼时 狗蛋已经被两个打手干掉了 他们正打算处决那个可怜的导演 丹尼拉一看不行 兄弟们都累坏了吧 这点小活就交给我 然后趁他们不注意 两枪解决掉了两个打手 看来黑帮的压力在偶像面前不止一提 手下连着两次被丹尼拉杀死 皮长山很是愤怒 他再次找到流人的公寓 想要知道丹尼拉的下落 可怜的流人什么都不知道 被皮长山的手下强暴泄愤 等丹尼拉回来时 流人一山不整满脸的伤痕 正卷曲在昏黄的灯光下 哼唱着古老的民谣 显然面对绝望的命运 他连愤怒的情绪都没能升起来 丹尼拉很愤怒 他立马意识到黑帮是根据谢尔盖提供的号码找来的 丹尼拉猜得没错 不过此时谢尔盖的情况也有一些糟糕 皮长山没有从流人的得到消息 转头就来到了谢尔盖的公寓 控制了他 脸上的伤痕证明了谢尔盖的现状不那么愉快 这时候丹尼拉打来电话 谢尔盖在黑洞洞的枪口下撒了谎 告诉丹尼拉自己这里有点小麻烦 弟弟你快过来帮忙吧 这点小谎 立刻被丹尼拉的机敏察觉 他可不是吃素的 回到家 丹尼拉买来了邻居的双管猎枪 并进行了一点小改装 他锯掉了过长的枪管一枪托 将子弹的小钢珠全部换成了碎铁钉 一把普通的猎枪 瞬间变成了伤害报表的巷战橙武 准备好一切后 丹尼拉从谢尔盖家的后门摸了进去 先下了厨房里摸鱼的小弟的枪 随后敲咪咪来到房间里 眼睛手快一枪了结了皮裳衫 正所谓擒贼先前王 其他人完全被丹尼拉的气势阵主 乖乖的趴在地上 其中被扒光的哥哥趴得最快 随后丹尼拉不慌不忙的混蛋 两枪解决到了其他小弟 谢尔盖趴在地上 颤抖着扶着光头 别杀我求求你别杀我 丹尼拉只是温柔的把他拉起来 别担心我们是兄弟 显然格局这方面 丹尼拉这个该流子 玩爆了母亲眼中的好孩子谢尔盖 随后丹尼拉打开了皮裳衫的箱子 里面是他的十几万美金 他拿出两搭 交给了正在哭泣的哥哥 回去陪母亲吧 大城市不适合你 事情都了结后 丹尼拉决定去莫斯科闯闯 看看更大的城市里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他先是去看了一下刘盈 没想到正巧遇见刘盈 在被丈夫家暴 原来丹尼拉与刘盈的偷情行为 还是被发现了 在苏联刚刚揭洗的敏感时期 很多老人都如同长阳群众一般 带有间谍般敏锐的洞察力 每次爱趴个墙根撒的 此前刘盈隔壁的老人 偷听到了两人的偷情行为 并告辞了刘盈的丈夫 当然丹尼拉可不会惯着他 直接一枪打在了男人腿上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面对丹尼拉一起离开的邀请 刘盈并没有答应 反而转过头 开始照顾在地上打狗的丈夫 于是丹尼拉的感情 在这一刻彻底结束了 随后他又来到快餐店 找到了小便 给了他一笔钱做告别 小便还以为丹尼拉需要什么特殊服务 在没听到丹尼拉的答复后 起身默默的离开了 丹尼拉最后才与德国人告别 这是他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朋友 德国人拒绝了丹尼拉递过来的现金 他追求的并不在此 看着丹尼拉的成长 德国人默默的靠了上来 朋友 城市的邪恶力量会让人变弱 但你是个例外 显然大城市的喧嚣 并没有改变丹尼拉的本质 在他心中音乐友情爱情 远比金钱要重要的多 他就如同伟小宝与陈尽南的融合体 武功高强 能够在各个势力间有刃有余 但却从不贪恋权利金钱 有着脱离了第一趣味的情愫 而这正是强者的标志